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BERT 这个BERT也是做声音克隆的 我们之前应该是介绍过一次 不过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工具应该算是 目前市面上效果比较好的那一作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这个 是它的压缩包 比较大 15.8G 这个大家得重新下载 然后解压缩 解压进来之后呢 这个下面有一个启动文件 就是它 双击的启动就可以 这一期内容的话主要是针对上面这一个 然后我们突然还是来找个声音 这个呢是准备好的声音看一下 记住你了 慢言吧 这就是它的声音 总长只有一分钟 这个呢是从这个视频里面 把它的声音分离出来了 这个是只有声音 记住你了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演示 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我们 这个路径复制下来 首先要做半周人身分离 因为我这个话 它应该是没有伴奏的 不过我们做演示的话 还是做一下 然后找到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里放着的就是这个音频 然后呢这个选第一个 其他博士默认 也能开始提取 这边可以稍等一下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它提示做完了 然后我们 打开这个输出目录 找到这个人声 记住你了 记住你了 好就这个 我们直接把这个 字下来 然后呢 选这一项 把音频做一个切割 选择切割音频目录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人声那个目录 这样的 然后呢下面保持默认 然后我们做切割 已经切割完毕了 打开目录 这是他给我们 切割出来的音频 听一个 让我来想想办法 好就这个声音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做 这边的话 我们既然切割做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训练了 选择带训练的音频目录 这个我们找见这个 声音输出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我们这边 这样的 然后下面这个 我们改个名字 随便打就行了 语音识别模型啊 保持默认就行了 这个不能改 这个训练轮数 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大家就默认30就可以了 这个BERT现在做了一些改进 之前的话可能得几百轮 几千轮这样的 现在的话30轮的效果就不错了 当然这个大家你想要 更多的话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这个 等于你自己的显存来选 如果你显存比较低的话 能把它调低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做第一步 音频去照 现在呢 我错了 为什么呢 它提示我们不能有标点和中文 然后我们看一下 音频切割这个目录里面 这里面是没有中文 它唯一说的那么可能是 音频的路径 因为咱们路径这边的咱们使用了这么一个中文路径 那么我们把它 回到外面去啊 然后还是用我们这个E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用这个 这个路径然后去做一个演示 然后呢 点这个音频去照 它这边还是说咱们是错的 但是这个呢 因为我们已经考到这边了 所以说它已经不可能有错了 为什么它现在提示我们这边错了呢 实际上它提示的这个错误呢 它并不是这个中文的问题 它是因为这个里面有这个wav 你这把这里面的wav全部去掉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改一下 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把这里面的所有的wav全部去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正确了 我们把它考回到原来这个切割音频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中文的问题引起来的 那么我们来重新选择一下 好这样的音频去照 其实我们 已经完成了对吧 说明它刚才那个错呢 跟什么中文路径没什么关系 它错就错在我们之前的这个 音频的名字里面 它是有这个wav 这三个字母的 把这个字母全部去掉之后呢 这边就正确通过了 这个不用改 我们直接做第二步 音频导标 这边打完标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里面问题挺多的 它这个字都不对 那么我们就找到它给给我们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 这个文件 点开看一下 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来这边修改一下 这边我已经修改好了 把我的文件直接贴过来就行了 我已经全部改过来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保存一下关闭点 这个w文件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接着做下一步 把这边做完了 我们接着做第五步 这边有个开启半进度 大家能开的话就尽量开一下 点击开始训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训练了30轮 但是最后最终的这个它是31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它这个模型的保存频率 是10 所以说的话就是它必须得多一轮 然后才能触发这个保存这个机制 然后我们看一下模型 这是训练的模型 然后我们来使用一下 文字转音频 这边有一段文字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 声音的模型 这个120 这是我们的新模型 下面这些不用改 直接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这边做完了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 花的种类有千万种 每种花都有每种花的特点 黄色的菊花很大方 粉色的荷花很柔美 红色的玫瑰很热情 紫色的薔薇很浇灌 花都散发着欺人心脾的清香 让人赏心悦目 好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其实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只训练了30轮 这个效果已经是 很可以了 所以这个Bird现在呢 也不需要 训练太高的轮数 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当然大家 你想训练更高的话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假如说你这边 训练这个轮数 然后比方30轮不够 然后你要做 300轮 那么你这边直接点个300 就可以了 从这个 音频训练这一步 然后开始就行了 我们来点一下 好这步做完了是吧 然后来下一步 好做完了我们下一步 这边报错了对吧 这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重新开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关掉 把这边打开了 因为我们刚才是做第五步 错了的是吧 所以我们直接点五就可以了 这样就开始训练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提示 检测到有模型存在 所以我们上一回呢 我们训练到31 所以这边呢 从31开始接着往下训练 这就是怎么样去 接着去训练的一个 方法 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工具 已经很了解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训练一下 大家拜拜